大家好,这里是鱼圈小儿,常住娱乐第一线 随着心寒灿烂的大火,饰演零不移的吴蕾也随之变得有热度了起来 看着剧中男人味失足的吴蕾,不得不感叹,吴蕾的成长变化真的好大呀 曾经的小哪吒,吴蕾长大了 面对镜头,大方得体,也与幽默侃侃而谈 1993年出生,今年才22岁的吴蕾,2003年4岁,以陈刚大将同行出身 已经拥有将近19年的戏灵 进入演艺圈致敬,完全零负品,深受前后辈的喜爱 特别是在应对时,更是展现得体大方的回答 小编特别整理吴蕾高情商事件 相信看完,妞妞们绝对会被圈走啊 早在五年前,吴蕾还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时 就参演过天天向上 他的超高情商从自理行间都能感受得到 我还问他,什么角色最为挑战呀 小吴蕾表示,只要是导演给你的戏都不能说男演 在《旋风少女》拍摄期间 剧中二师兄吴蕾和学员谭颂韵有感情线 记者会上,主持人多次Q到谭颂韵比吴蕾大9岁 见谭颂韵面露男色,吴蕾霸气回怼道 我们的确差9岁啊,我15,她6岁 谭颂韵听完后,随即笑开了话 年仅15岁就能输出这么高情商的答复 吴蕾的双伤,成得上是满分了 吴蕾的细性真的是刻在DNA里的 和张柏之路节目时 国民女神突然打了一个巨响的歌 在场的大咖瞬间哄堂大笑 只留张柏这一人独自尴尬 当所有人都在等着看笑话的时候 只有吴蕾站出来就场 和梁家辉、刘嘉玲这样的大咖一起合照时 吴蕾主动让出了C位 并且贴心的安排前辈们拍照 当他第一次进摄影棚的刘嘉玲时 吴蕾并没有因为两人之间年龄的差距 张口就喊刘嘉玲阿姨 而是跟着大家喊姐姐 也正是因为这一声嘉玲姐 让他成功的引起了刘嘉玲的关注 如果说吴蕾只在开位大的明星面前表现自己 那接下来这一幕不知打了多少人的脸 前段时间 吴蕾和赵卢斯主演的星汉三烂热播 两人在剧中摄影一对小情侣 原本以为在剧中就够甜的了 没想到私下还在营业 在猫测活动中 赵卢斯因为输掉了游戏要接受惩罚 吴蕾全程一脸处逆地注视着他 巴不得站出来帮他承担 随后当所有人都在按着流程录节目时 他们两个却在旁边偷偷互动 说悄悄话 而且自从拍完戏以后 他们的私下互动也非常频繁 两人还会连迈直播 吴蕾将他赵卢斯一度激动到嘴瓢 要不是赵卢斯让他紧急避麦 吴蕾指不定会爆出点什么料 虽然说两人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吴蕾可是一个自来熟 在片场时时刻刻都黏着赵卢斯 甚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 吴蕾还会卖萌撒娇逗赵卢斯开心 拍戏的时候赵卢斯不会骑马 吴蕾主动请教他起 并且还坐在后面保护着他 赵卢斯因为害怕被吓哭 吴蕾赶紧找工作人员拿纸帮他擦眼泪 这些红女孩的那些小伎俩 稳稳地被吴蕾拿捏了 除了赵卢斯之外 张子峰也是吴蕾一直默默保护的女生 两人相识是因为合作拍戏 但吴蕾在这之前就已经关注到张子峰了 并且还公开表示过 对张子峰非常有好感 从两人平时的相处来看 吴蕾着实对子峰妹妹有些上头 两人一起走红毯的时候 吴蕾会在一边时刻关注着张子峰 时刻准备着帮他提裙子 有次张子峰遇到一位热情的男粉丝 对方在台下就很主动地表示 自己非常喜欢和欣赏他 没想到站在一旁的吴蕾 全场没有一点好脸色 并且还挡着张子峰 不让男粉丝靠近他 有网友看到他的反应 挑战他 这是吃醋了 之后上台 妹妹话说到一半 话筒突然没了声音 吴蕾的绅士手再次出现 把自己的话筒递了过去 在和剧组拍摄大合照时 其他演员只顾着找镜头 好好表现自己 只有吴蕾注意到前面的小演员 各自太矮 入不了镜 于是不顾会挡住自己的镜头 顺手把他抱在了怀里 吴蕾的高情商举动可不止这些 15岁时他曾和谢英琳参加过一档综艺 或许是谢英琳在众人心中 早就已经是百无禁忌的女邪心形象 于是主持人就让谢英琳 去摸一位身材健硕的猛男 就在谢英琳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时 只有吴蕾肯主动站出来 一句我来替他摸好了 巧妙地化解了谢英琳的窘迫 在另一档综艺中 得知谢英琳是女嘉宾时 徐震和韩庚嫌弃地连连后退 韩庚甚至为了避免与他有身体接触 还谎称找不到水晶鞋 只有吴蕾愿意站在谢英琳身边 化解他的尴尬 将其当作公主一般小心呵护 并毫不嫌弃地默默蹲下 为他穿上水晶鞋 从西微处见人品 吴蕾从不让人失望 在谈及单手抱赵露丝的采访中 他轻描淡写地回复 也同样让人感到温柔 吴蕾接受采访时被问 《心寒灿烂》中 单手抱赵露丝是一条过吗 吴蕾云淡风轻道 我只是具备了一个成年男子正常的力量 他很轻 所以单手抱他很轻松 先肯定自己的行为 属于成年人该有的 再夸赵露丝轻 紧接着把话题引到拍戏上 拍戏很难有一条过的 因为他有很多镜头 正面一遍 反面一遍 侧面一遍 就抱了有个五六七八次吧 不知道 忘记了 对比某些抱不动 就让女演员少吃点的男演员 这波回答 简直是教科书籍的回答 被吴蕾公主抱过的女生 又何止赵露丝一个呢 还有迪丽热巴 如果不是吴蕾的出现 迪丽热巴不会知道 自己96斤的体重有多轻 迪丽热巴身高1米7 体重47公斤 已经是瘦成竹竿的程度 可就在参加跑男时 北京爷们陆寒健说 他好重啊 邓超带他上场后 更是大言不惭的说出 胖迪是真的胖 在全国观众面前 如此吐槽女艺人的体重 不知道几位 是不是该好好补一补了 吴队友在拍摄三生三世时 高伟光有一场 公主抱热巴的戏 谁知刚要开始拍摄 他就将热巴放了下来 之后在拍摄过程中 更是屡屡坚持不住 工作人员和热巴 还亲自为他垂背捏肩 更过分的是 两位男演员动作不协调 导致各种失误 高伟光竟把这件事 也挂在了热巴头上 还在镜头前偷偷吐槽 我们凤九已经泪摊 两位演员了 张彬彬更是语出惊人 直言超过80斤 我就抱不动 由于不断对他体重的打压 导致热巴一度十分抗拒公主抱 就连和人刚马大的 黄锦瑜拍戏时 也要反复强调 你抱不动的 反观刚刚成年不久的乌磊 在拍摄时 不仅能稳稳将热巴抱起 还能在铺满石子的路上 箭步如飞 最后又稳稳放下 满满的男友力 热巴一直言 乌磊是第一个把他抱起来 却什么都没说的男演员 而乌磊对女生的尊重 还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热巴总会介意 自己比乌磊大七岁 为了化解热巴的年龄焦虑 乌磊随即对他讲道 没事啊 你嫌小我嫌老 惹得迪丽热巴在采访中 疯狂花在乌磊弟弟 说到这儿 就不得不提到 乌磊之前采访时的话了 被问女生多少精算胖时 很多男性都会给出 一个冰冷的数字 而乌磊给出了一段话 女生怎样都算瘦 你不可以说女生胖的 我觉得女生 可以自己说自己胖 但是别人不可以说她胖 这话真的有被暖到啊 这个对女性及其容易 产生身材焦虑的问题 乌磊没有顺着走 而是站在女性的立场 驳回了这个问题 她的这番回答 真的是对女性充满了善意 尤其有身材焦虑的女性 如此高情商 难怪同他合作过的女艺人 无一例外赞不绝口 乌磊不仅在女明星面前献殷勤 对男明星三十弟弟 照样是一视同仁 当乌磊看到陆寒被记者为难 发出求救信号时 他会巧妙接过话茬 并迅速转移话题 避免留陆寒一个人尴尬 当接受采访需要帮男主持人 递水时 乌磊不仅顺手帮忙 还不忘将瓶盖打开 当他与维加一起调威亚 与另外一组明星打比赛时 乌磊宁愿不要最后的胜利 也要全程维护维加的安全 或许 一次两次帮别人解围 实在立人设 可出道这么多年来 乌磊一直都是这样 早就成为了娱乐圈的情商代表 然而高情商 只是乌磊优质灵魂的其中一面 在所有女神心中 他更是难得典范 随着乌磊接拍的代言广告 越来越多 乌磊逃脱不了 牺牲色相的命运 在一次活动上 因为领口太高 挡住了金主爸爸的产品 于是直接被助理上前 拉开了领口 一句你是故意的 搭配宠宁的眼神 让粉丝们直呼 这就是霸总的样子 这些操作 也被乌磊狠狠吐槽 更要甚者 要乌磊拍摄穿鱼网材质 乌磊更是一整个 震惊的大表情 吐槽归吐槽 高情商的乌磊 还是为自己着不理下 表示那是时尚的 一种呈现方式 然而作为难得班班长 乌磊可谓是将手难得 刻进了心里 钟主席在活动中 大袖没腿 乌磊弟弟头都拧断了 就是不看 拍摄杂志时 要过得严严实实 实在不行 那就在里面多穿一件 衬衣领口是威领 里面一定要配上T恤 当记者问他 想去校园剧谈恋爱吗 吴磊直接回怼 校园剧不能好好读书吗 被问到和关小彤的 相处模式 吴磊才不会中招 坚称两人就是兄弟 面对被难反的深情告白 吴磊的反应是 坚决大妹 如此高情商 又恪守难得 怪不得会有这么多粉丝喜欢 相信未来 吴磊还会给我们 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我是于圈小二 常驻娱乐第一线 欢迎你与我评论区 文明互动呀 发表不同见解 求同存异 理性吃瓜